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Tuber's的阿彤 今次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些蛋糕 当它切开之后 它里面有些特别的花纹呢? 看到一款蛋糕 它切开了 是斑马的花纹 然后制作的方法 也是出乎意料地简单的 所以今次我们就是做一个斑马戏风蛋糕 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啦 去片 打开 放入片面 小火 要放在一起 混入 里面 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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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的成品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其中一件 我覺得它這次做起來也算頗為成功 都看得出是巴馬翻聞 而且它的方法真的超級超級簡單 也沒有用到任何色素 純粹是用了韓國粉 這個蛋糕聞起來其實是很香的 它是七方蛋糕 所以它的質感是很鬆軟的 好了我們去試試 七方蛋糕吃起來真的一如以往的那麼鬆軟 它的確是比起海綿蛋糕鬆軟很多很多 然後很濕潤 味道也不會太過甜的 我覺得都頗為清淡的蛋糕 但是你會吃到有些位置 它又有些河粉 即是有些朱古力的味道 我是喜歡它的質感 它是很鬆軟 很容易油口 我也覺得不錯 而且它的質感方法真的超級超級簡單 一個很容易的方法 就是做到一個斑馬的花紋 其實它切起來的確挺漂亮的 我覺得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 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有什麼想要做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追蹤我Facebook和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再見